大大的雞腿排下鍋炸得金黃酥脆 一切開肉汁流出來 讓人看了食指大洞 同樣是雞腿便當 大大的雞腿幾乎要覆蓋整個便當盒 但這個雞腿怎麼會是紫色的呢 就像紫色的蔬菜要嘛就是染的吧 我也不確定 有網友PO出照片 說自己的朋友在桃園某間大學的餐飲部 買了一個便當 雞腿竟然是紫色的 網友看到紛紛回應 難道雞腿也會中毒嗎 我看這是被打到瘀青吧 有人則說這是老闆特製 茄子味薰衣草口味的雞腿 更有網友打去說 難道這就是傳說中的紫包雞 實際詢問店家老闆表示 就是擔心客人會嚇一跳 買的時候都會告知 這是用紅鳳菜跟洛神花 醃過的雞腿 所以才會是紫色的 不是第一次 那學生吃的反應也很好啊 可是可能有些學生 他沒吃過沒看過 所以他就誤以為 他是色素啊 什麼一堆可能負面的 其實他是很天然的 完全沒有人工色素的 紫色的雞腿便當 真的很少見 網友把照片PO上網 意外引發熱烈討論